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她只提了一到三月份的 讲到四月份就停下来了 所以宝玉的生日应该是在四月或之后 第六十二回 宝玉生日宴后第二天 与她同一天生日的平儿还席 小丝来报 贾靖病天了 当时贾靖的儿子贾曾 孙子贾荣都随嫁在外 贾征的太太游四 算得他们请假赶回来 可能得半月时间 但没想到皇帝立刻准假 贾征父子新夜策马往回赶 接着第六十四回写道 择鱼初四 扶贾靖灵鹫入城 这个初四 应该是宝玉生日的下一个月 按书中内容分析 灵鹫入城该是头七那天 按七天倒推 那么贾靖去世的日期 应该是二十八号 但是是哪一个月份呢 我们继续网上查 说终第五十八回 清明之日 贾连带着贾桓 贾宗等人祭祀 第六十二回 有写道乡林等几个女孩子在斗草 斗草是端午节的民间游戏 所以宝玉生日应该就在这之间 书中还出现了一个时间点 就在第六十五回 贾连在出山日 偷取游二姐 王熙凤大闹说 出去把大哥哥请来 我对面问他 亲大爷的小财五七 侄儿就偷着起亲 这是哪国的礼 我怎么不知道 财五七 就是刚满三十五天 不到四十二天 这一条和前面那一条 合起来分析 如果按六月初三这个倒退 那么贾靖去世的时间 就是四月二十八日 那么是不是六月初三呢 我们再看多几个信息 第六十五回写道 眼见已是两个月光景 然后贾连出了月去平安州 又碰到了柳香莲 八月内柳香莲进了京 所以前面推算 六月初三是合理的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条线索 宝玉是含的那块玉出生的 那么一生一道 闲着玉下凡那天 是不是可以算她出生之日呢 第一回中 曾师尹还梦到了他们 醒后抱了英莲去看过会 然后又碰到了那个和尚和道士 过会又是什么 这是中国民间习俗之一 城隐出巡 庙会等 那么四五月之间 苏州有什么盛大的过会活动呢 清朝固铁青 倾家录中有记载 四月二十八日为药王生日 《红楼梦》中有多处提到中医药方 除了写到不少中程药外 还具体写到一些中药汤记 所以书中出现药王会是合理的 由此看来 曾师尹抱着英莲去街前看的过会的热闹 应该就是四月份药王会的声况 当时曾师尹碰到和尚道士的时候 他们已经办完事情要告别了 所以可以推断宝玉生日是在四月份 宝玉的生日是甲敬去世前一天 综合以上线索 宝玉的生日是在四月二十七日 书中其他人物的生日 都是直接就写出来了 唯独宝玉的生日 用了这么多条信息掩藏起来 作者的用意是什么呢 凑巧的是 茂皮江的生日正好是四月二十七日 是杨丽 但这不是第一次发现 茂皮江在生日日历上做文章 当年他对外告知董小婉去世的消息 他在王妾董小婉安慈序中写道 润二月自旺日 安相魂与南千亿 旺日是十五 润二月相当于三月 而三月十五日 是他的农历生日 特意宣布润二月的十五 这一天来安葬爱妾 是要表达他自己写的 鱼不知既死而鱼死吗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